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超洋眼 黄景瑜 王一博 路眼合体同框 身形挺拔帅气十足 近日 黄景瑜 王一博现身电影 维和防暴对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路眼 两个人穿着宣传服亮相 身姿挺拔 硬气十足 眉宇间透露着军人的不服输的劲儿 电影维和防暴对 讲述了中国维和警察防暴对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黄景瑜在该片中再次以军人形象出现 黄景瑜的演绎生涯仿佛就是一部 军事题材的演变是红海行动 爱上特种兵王牌部队等影视剧都是硬朗的军人形象 网友调侃黄景瑜是娱乐圈的服兵役硬汉 路眼中 王一博被问对杨镇这一角色有什么样的看法时 王一博说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 作为警二代 想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任务 王一博先少以这种硬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次和硬汉黄景瑜同时演绎军人形象 可能会对他以往的形象有所突破 从鲜肉转型成为硬汉 今年的五一还没有来 国内院线已经在预热了 其中最受关注的影片 非维和防暴队莫属 该片由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希领衔主演 欧豪特别出演 朱亚文特邀出演 谷嘉诚 赵华卫 木兰 白纳日苏 于佩山 刘学 南福龙 魏冲等主演 维和防暴队为首部海外维和题材商业影片 聚焦中国维和警察鲜为人知的生死时刻 应联合国请求 受国家派遣 与魏冬黄景瑜市 杨震王一博市 丁慧中楚希市等维和警察肩负神圣使命 远赴异国他乡 深入战火纷飞的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他们将要直面恐怖袭击 武装暴动 黑帮横行等种种险境 维和行动刻不容缓 黄景瑜本人出生于军人世家 爷爷曾是抗美援朝战士 上一次他在大银幕从军维和 还是在二十年上映的红海行动中 上次他饰演男三号狙击手顾顺 而这次已然担任男一队长 Carrie全队了 突然有一种新老交替 新火相传的感动是怎么回事 期待他在本片中的表现 他从火光中走来黄景瑜PK洋洋 谁才是消防员版的最强男友 而王一博在他刚下线的电视剧《追风者》中 饰演了一位奋战在金融战线上的我党红军战士 虽然面对的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却一样困难重重甚至面临生死考验 其肉眼可见的进步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违和防暴队中 他将时空逆转 化身为违和警察 在异国他乡为别国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 这种既相似又对比的境遇 也非常值得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